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24名副部长被解除职务 当地媒体消息称 此前被缅甸军方扣押的各省的首席部长 已有部分返回家中 但是获释人员中不包括昂山素季 被夺权的全国民主联盟 则在社交网站发表声明 要求军方尽快释放被扣押的 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总统温敏以及党内多名高层 呼吁承认全民盟赢得去年大选的结果 缅甸局势全球关注 联合国安理会即将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缅甸局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号表示 中方正就相关问题和各方保持沟通 他强调国际社会的任何行动 都应有助于缅甸政治和社会稳定 而美国拜登政府在1号发表声明认为 缅甸军方政变 是对走向民主和法治过度的直接攻击 并威胁对缅甸重新实施制裁 昂山素季如果继续被扣押 西方是否会有下一步的动作 缅甸局发合民盟是否还有谈判的空间 缅甸的未来政局何去何从 今晚的凤凰九九连线 纽约现场 凤凰卫视驻美国记者陈英谦 东京直播室 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 曼谷现场 凤凰卫视驻泰国记者吕源源 北京现场时事观察员蒋晓峰 一起来关注缅甸惊变 世界将作何反映 先来看赵兰的追踪报道 距离缅甸惊变 昂山素季被捕过去一天 一号晚上 美联军方通过电视发表声明 宣布对县政府进行大规模改组 县政府24个部门中 外交部 国防部 边境事务部等 11个中央政府部门部长被替换 国务资政府部 商务部等 19个部门的24名副部长 直接被解除职务 军方还顺便认明了 11位新联邦部长接替 其中一半都有军方背景 缅甸双头政治的隐患 从昂山素季领导的名门获胜开始 就已悄悄埋下 十年危机终于一并发作 二号 缅甸民盟在社交网站 发表声明 再次谴责军方接管政权违宪 并提出三项要求 释放包括总统 国务资政在内的全部被扣人员 认可2020大选结果 依据宪法召开国会会议 事件发生后 各国对此反应不一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对缅甸立法 行政和司法权 移交军方表示深切关注 中国表示正就联合国安理会 相关问题与各方保持沟通 呼吁国际社会帮助 避免缅甸矛盾激化 美国白宫发表声明 威胁对缅甸重新实施制裁 谴责缅甸军方政变 是对走向民主和法治 过渡的直接攻击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敦促立即放人 内国首相约翰逊 敦促政府必须尊重民众投票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 加藤盛信呼吁缅甸各方 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问题 泰国副总理认为 缅甸内政 缅甸人 有能力自己解决 而在有诸多缅侨聚居的 日本和泰国 一号则分别在缅甸大使馆外 发生示威 在泰国 示威学生 穿着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 红色上衣 手持昂山素季的照片 要求还政于民 日本东京也有缅甸侨民 举行集会 抗议军方发动政变 要求军方尊重大选结果 经变之后 缅甸双头政治格局会否生变 各国反应不一 对缅甸未来局势有何影响 缅侨聚集示威 缅甸局势会否因此回还 尽管昂山素季作为 所谓民主斗士的光环 有所退去 但是我们看到西方各国 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还是相当一致的 那就是站在谴责军方的一方 我们首先有请在纽约的音签 首先来关注美国的态度 我们看到白宫和拜登本人 都发表了立场颇为强硬的声明 那么你在华盛顿还掌握到 你在纽约还掌握到 纽约最新消息 好的 科夫 其实我们看到缅甸事件爆发之后 西方国家 尤其是还包括联合国等等 都给予了严厉的谴责 我们看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就在第一时间对此进行强烈的谴责 并称缅甸的军方扣押 奥商素季等国家领导人 是对于缅甸民主进程的一次严重的打击 而且就在半个小时之后 联合国安理会就会就缅甸的事件 召开一个紧急的闭门磋商 根据我们拿到的内部消息 这一次美国 英国等西方国家 很有可能会在闭门磋商中 提出要对缅甸进行一些 针对性的制裁或者是武器禁运等措施 那我们再看美国方面的态度 其实在事件爆发之后呢 美国多个部门都对此进行了一个回应 包括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美国白宫甚至是拜登本人 都接连发表了声明 而且在声明当中的这个态度和措辞 是一次比一次更加严厉 首先我们看布林肯发布的这一份声明当中呢 他表示是对此感到非常的震惊 那么在白宫的这份声明当中呢 他是呼吁军方放人 而在拜登的这一份声明当中呢 他直接是威胁要进行制裁 而且拜登还表示 如果军方不放人的话 那么美国很可能会重新审视 恢复在十年来 美国已经取消的对于缅甸的制裁 甚至还要呼吁国际社会 一起对缅甸施加压力 所以这一次呢 美国很可能不仅只是自己进行单边措施 还有可能还希望能够团结 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 一些盟友国 对缅甸进行进一步的施压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 在至今为止的 所有美国的这些公开声明当中 都没有采用COOP这个词 就是政变来定义 缅甸军方的这一些行为 而这个词呢 已经被频频的用在 包括英国还有欧盟国家 领导人的一些表态当中 所以联合国的外交人士呢 也评论表示 尽管这一次美国呢 是咄咄逼人的要威胁制裁 但是目前还仍保留一定的余地 科夫 好的 谢谢英谦 看了这是拜登 新政府上任之后 第一个重大的棘手的外交问题 我们再来有请在东京的李淼 我们知道缅甸和日本的关系 是比较密切的 日本和缅甸关系的存续 既有历史的渊源 又有现实的需要 那么现在在缅甸国内 日本有大量的经济利益 那么在日本国内 又大量的缅甸侨民 他们已经在日本做出了抗议 促请日本政府介入 请问李淼 日本政府是否会有一些 进一步的反应 会不会有一些具体行动 好的 科夫 那昂山素季被缅甸军方扣押的消息 也是传到了日本 日本是相当关注 那日本媒体就纷纷发布了快报 进行报道 昨天我看到在东京色谷 住在日本有一千多名缅甸人 他们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游行 就要求缅甸军方释放昂山素季 他们打着标语说 缅甸这样下去的话会民主化倒退 缅甸会回到过去的军事政权的状况 还有人就担心 说跟缅甸国内的亲人联系不上 那到现在为止 日本政府的姿态也很明确 就是有两个焦点 第一就是日本已经在昨天 发表了外向谈话 茂木敏冲的谈话说 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民主化的进程 日本感到严重忧虑 日本要求缅甸军方释放昂山素季 日本强烈支持缅甸的民主化进程 其实当目前日本驻缅甸的大使馆 并没有确认到日本人员伤亡 那日本外向今天又表示说 日本其实和缅甸军方有一些沟通的渠道 已经在进行对话 第二个焦点就是 日本是否会要跟随美国 对缅甸进行制裁 我们就关注到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加能盛信 今天在记者会上 他没有明确的表态 他只是表示说 会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 日本还在进一步的观望 那么这个表态呢 其实跟以往是一样的 就是日本没有追随美国或者欧洲 坚决对缅甸进行制裁 但是呢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这种外交姿态 日本舆论就评价说也不够明确 特别是在人权问题上 日本没有像欧美那样 采取非常严厉的姿态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看一下日本和缅甸之间的 这种经济关系 日本呢其实在多年来 一直都在支援缅甸的经济发展 一方面呢是向缅甸提供了 巨额的政府开发援助 ODA 帮助缅甸的经济发展 另外就是在缅甸呢 民主化之后呢 日缅时间的经济交流 变得非常的活跃 我们看到说在2019年 缅甸的出口第一位是中国 第三位是日本 第四位呢才是美国 那么实际在安倍政权时期呢 昂山素季也多次来日本进行访问 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 昂山素季来日本的时候 当时我也在现场采访 给我的影响很深 那日本人和日本社会呢 都非常尊重这位经历了 可以说太多磨难的一位女性 那么现在呢 是有3000名日本人 在缅甸生活居住 进出口额呢 是达到了20亿美元 在缅甸的有一些日企 比如像有一些汽车工厂 他们已经临时停业了 那么日本舆论的反应呢 无论是保守派 还是相反的自由派 都在今天早晨发表社论 今天早晨的晨报呢 我们看到有的晨报 是强烈的批评缅甸军方 直接说这是政变 说是颠覆民主化进程的 一种暴动 也敦促日本政府拿出 更加清晰 更加鲜明的姿态来 可福 好的 谢谢李淼 从东京带来最近消息 再来连线在曼谷的吕元元 吕元元我们知道 泰国是缅甸的邻国 对于缅甸局势是相当敏感 另外缅甸重新恢复了 军政府掌权 这和泰国现状是类似的 虽然两个国家的情况 是不一样的 那么现在泰国官方 对缅甸局势有什么新的表态 好的 客夫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泰国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表态 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 泰国总理巴育 他在今天上午 也就是2号的内阁会议后 在接受到本土一家媒体 以地址条的方式提问 对这一事件的表态时 他表示 泰国的媒体应该要 审慎地报道这一新闻事件 因为泰国两国是邻国 而且有相当多的共同利益 在经济与民生方面 都有相当多的关切 因此的话 不希望泰国媒体 不审慎地报道 影响到共同的利益 经济和民众 尤其要考虑到 目前仍然有很多泰国民众 生活工作和经商 在缅甸的境内 必须要考虑到 这一部分人的利益 同时的话 他也提醒泰媒 所有的报道 都应该要符合 东盟相关法令法规的 一些规范 那么再来看泰国外交部的表态 泰国外交部发言人 塔尼他在表态当中就表示 目前的话 泰国外交部是积极地 掌握着缅甸局势的变化 同时的话 泰国外交部也与 泰国驻缅甸的大使馆 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那他就提醒 目前仍然在缅甸境内的 泰国公民 要保持高度的警戒 同时的话 应该要随时关切和关注 官方的相关的新闻发布 这是泰国官方的一些表态 那么我们也知道 在昨天下午 也就是1号的下午 泰国的一个民主运动组织 叫做志愿者 与昂山素季的支持者 大概一共有200人 在缅甸驻泰国的大使馆的 门外的区域进行了集会 他们谴责缅甸的军方 接管的政权 并且要求呼吁泰国的政府 也进行共同的谴责 那么在大概下午5点的时候 泰国的警方 就以筑起人墙的方式包围了这一区域 试图要劝散这个集会者 但是在大概两分钟之后 就在现场就听到了一声爆炸声 并且看到一些彩色的烟雾升起 但是幸好是没有人在这个爆炸当中受伤 那大概随后过了8分钟到10分钟的样子 集会者就开始向警方的人墙 投掷石块铁条之类的这些一些物体 而且由于这个区域正在进行天铁的施工 因此的话有一些建筑的设施在这个地方 那示威者也是利用一些围栏 一些栅栏还有垃圾桶 投向了警方的人墙 那么警方在这个过程当中 拘捕了三名太极男性 分别是两名20岁的太极男性 以及一名21岁的太极男性 那目前泰国因为是正在实施新冠疫情的紧急状态 那么这样的聚集活动是不被允许的 那么警方就以这三人组织民众集会 并且实质上构成了人群可能感染疾病的这样一个危险 就对他们进行了问讯以及起诉 同时呢警方也表示 他们还将对其他的集会者也将提起诉讼 以上就是泰国方面的消息 把时间交给客服 好的 谢谢袁元 我们再来有请在北京的时事观察员 蒋晓峰先生 晓峰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记者也介绍了 世界各国对于缅甸的局势的反应是不一的 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一些西方国家 包括美国和欧盟等等 都是惊呼缅甸政变了 谴责军方要求释放昂山素季 但是我们看到东盟国家 所有的东盟国家在内 泰国 缅甸的邻国 没有一个是直接谴责军方的 他们的反应是相对平淡的 您如何来看 是的 客户 那你刚刚其实观察的也非常的 直接非常的敏锐了 就是说西方和这个东盟的国家 甚至包括中国 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我觉得总的一点呢 我的看法就是立场先行 就是说这个国家 或者说是哪一个领导的事情 他是怎么判的 那可能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措辞 就是用什么样的 用这种帽子来说这个缅甸事情的话呢 那可能我们可以注意到 像西方这些国家或者领导人呢 他们更多的喊话对象是缅甸的军方 他们就认为呢 缅甸军方有错在先 是把缅甸的民主进程呢 是倒退了 那么如果把这顶帽子扣在这些人的头上的话呢 那我觉得缅甸的军方就是一群 在西方看来是一群非常腐朽 非常独裁的那么一个政权 那么一群人 但是其实呢 如果我们来仔细看一下的话 这个事情是到底是有 谁是有错在先呢 可能要分开来看 这个事情涉及到一个大选的话 它就是一个导火索 那么选举之后呢 军方是非常明确的 提出了是有武力或者是有争议的 那么在调查没有完成之前呢 民盟政府不应该急着去 组这个国会和这个政府 因为如果是急着要去组 这些政府机构的话 那等于是忽视了军方的这么一个呼吁 那么现在军方其实都是严格 按照08宪法来行事的 因为这个宪法呢 是赋予了军方临时接管 或者说是采取一些紧急状态的 这么一个措施 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中方啊 中国外交部的这个措辞呢 里面就是把这个事情呢 称为缅甸的变局呢 称为事情啊 没有称为这个政变 事情和政变 这个两个字 我们可以体会一下 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事情是相对中立 和相对超人的一种立场 那么如果是政变的话 显然非常明确的 就把错误呢 指向了军方克服 是的 我们用了缅甸惊变 也是一个比较中立的词汇 还想请教一下小峰 拜登是威胁要对缅甸进行制裁 那么您觉得 如果昂山素季继续被扣押 如果不被释放 西方是否会有下一步的动作 昂山的这个命运呢 我觉得现在是两边呢 缅甸的国内呢 应该有一个协商啊 就是说对于这个军方提出来的 这个对于选举舞弊的这个调查 是不是要进行下去 那么如果说明蒙这边 还是一味的这个否决的话 那我觉得昂山一定是会被深度软禁的 因为军方既然已经做出了 这么一个决定和动作的话 是没有理由轻易的缩回去的 那么这个也会导致 你刚刚讲的美国的拜登政府 可能会对缅甸进行制裁 但是要知道缅甸的军政府 统治这个国家已经半个多世纪 他们也是在美国和西方的 长期的制裁下面存活下来的 对于制裁也是司空见惯了 所以对于缅甸的一个军方 应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要看缅甸国内的 这个民营政府的军军之间 能够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妥协 好的 谢谢小枫 如果说昂山素季和缅甸军政府 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 他们都身经百战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后来再来聊 小枫 昂山素季现在的状态比较尴尬 曾经他被西方媒体捧上天 被誉为是民主女神 亚洲最美丽的女星 而现在他被《纽约时报》 称为是堕落的圣者 这种双重标准是非常明显的 我想原因不外乎是昂山素季 没有活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有请在北京的小峰 如何来看待昂山素季 所领导的民盟和军政府之间 真实的状况和关系 那么在过去十年 我们在表面上看 两者是可以和平共存的 可以这样生存下去 是什么动了军方的奶酪 要他们义无反顾地 逮捕昂山素季把权力收回 其实你刚刚提到了 就是昂山素季没有活成 西方想要看到这个女人 的确是这个样子 另外是西方在缅甸 没有找到昂山素季的 另外一个继承人 或者说能够继承他的 一个一波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在没有找到这个人之前 我觉得昂山素季对西方 还是有这么一个标杆的作用的 是通过他来推动 缅甸所谓的民主改革 但是对于特别像东南亚 这些国家来讲 我觉得每一个国家 都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的方式 并不是说套用西方的 所谓的民主的方式 一定要按照他能够标准 去发展才被定义为 也是一个好国家 或者说是一个优秀的进步 优等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接下来 其实我觉得民盟和军政府之间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麻烦 那么现在看来是不想 双方都没有一个妥协的余地的 那么如果是昂山继续被深度的软禁的话 那么军政府接下来可能采取的一个动作 就是把上一次就是去年的选举的结果 可能会推翻 就是要重新举行大选 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如果一旦这种事情上演的话 民主联盟会不会有机会来参选 我觉得都可能会是一个问题 因为当时他们按照军风的说法 有可能参与的这个官员是会受到惩处的 那么如果是在这种情况的话 那当然是我们觉得可以获得大选胜利的 一定是军人一致的这个政党共发 我看到军方说在紧急状态实施一年之后 将会把这个权力交汇给新的民选政府 军方上一次承诺的时候 也是这么承诺的 但是他们执政了30年 您觉得一年之后交权乐观吗 我觉得政治是一个妥协的艺术 那么十年之前我们也看到这个丹瑞大将 他应该是启动了这个缅甸的民主进程 那么这次非常奇怪的是看 没有看到丹瑞大将 如果熟悉缅甸内政的话 就知道丹瑞大将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 这么一个人物 但是这次一点声音都没有 他是目前是一个水面的处身 我也是非常的关注 那么在十年的民主竞争过程当中 民主联盟似乎我看到 有点想吃毒死的这个感觉 就是说你没有和军方去有一个 做一个交易或者说一个 双方有利的一个安排的话 那么把军方逼急了 也就是把军政之间从来没有真正 护解过的矛盾来激化 那么这次可以看成一个大爆发 好 谢谢 再来有请英迁 美国下一步的具体行动会是什么 你有什么最新掌握 是的 科夫 那么现在目前摆在拜登面前的 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恢复对于缅甸的经济制裁 那么专家认为 这也是目前最可能实行的一个措施 就是对所有参与过扣押昂山素季等人的 军方的个人进行制裁 并且冻结他们的资产 但是也有专家认为 其实缅甸军方和美国做贸易 或者是来美国境内旅行的这样子的可能性 其实是非常低的 所以这一个东西 如果进行经济制裁 更多的是一个态度上的表态 而并不具有太大的一个实际的影响力 那么第二种 也就是目前拜登政府也在考虑的一个 就是先和欧盟国家 也就是盟友国恢复谈判 并且在派遣美国方面的特使 去缅甸和缅甸的军方进行谈判 那么第三个可能性 目前是专家认为比较小的 也就是缅甸恢复 借此机会恢复 美国恢复对于缅甸的一个军事的介入 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 其实拜登内阁方面外交的核心 包括国务卿布林肯 包括国安顾问沙利文 包括现在的印太政策协调员 坎贝尔等等 他们都是奥巴马时期的老将 他们制定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当中 缅甸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也是用缅甸来制衡中国的 科夫 好 非常感谢英谦 谢谢李淼 约缘和在北京的小峰 也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联系 我们将继续关注缅甸局势 晚安